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机的OLED市占率啊 应该就会超越南韩 嗨 欢迎收看《突然说科技》 我是节目主持人紫祥 我是宇轩 《突然说科技》是DG Times推出的一档影音节目 我们希望用图表跟数据与您轻松的好 诶 你知道现在啊 中国不只LCD很强 OLED面板它也正在快速崛起吗 OLED 我记得之前不是南韩的主场吗 怎么现在中国也 那你的声音怎么变这样 对 过年期间我感冒了 对啊 然后虽然都好了 声音还一直回不来 所以我不用戴口罩吧 不用不用不用 你只有声音这样啊 还是你也想到这个声音我可以 往这边咳一下 传授一下 下礼拜被等我 传授一下 啊 回来回来 对 刚刚说到 南韩强项确实是OLED嘛 对 不过这几年 应该说最近已经有点变天了 变天了 对对对对 像 比较新潮的那个折叠OLED面板 就是一个蛮好的例子 哦 我记得折叠面板不是 三星显示器的天下吗 现在是中国也开始做了吗 没错 而且到2023年第四季的时候 也就是说不久前 那个三星显示器的折叠面板 它的市占率其实已经被 京东方超越了 京东方超越了 没错 那么快 对 加上政府 中国的政府啊 它其实非常的 它原本是比较支持这个 LCD的一些政策 那现在这些政策也慢慢都 开始转移到OLED了 就补助开始有转移这样 没错 它的这个政策重心有转移 所以 虽然说有不同的层面 不同的产品可以去观察 OLED的市场变化 但是我觉得 应该说中国OLED崛起的速度 应该会是越来越快的 所以在聊着市场变化之前 我们先进一段推广服务时间 TG Times电子时报 是全球最穷威的 华语科技产业报 现在我们也有了 电子时报的APP 让您用手机就能浏览 第一手的产业新闻 开启APP 你就可以随身阅读 全球科技新闻 订阅期间暢染报纸内容 也能透过笔记功能 打造自己的产业笔记库 欢迎查看影片下方资讯栏 了解更多关于电子时报的资讯 你刚刚说到中国的OLED崛起 那要不要先跟观众解释一下 OLED跟LCD的差别是什么 好啊好 那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LCD 它就是我们其实常讲的 那个液晶萤幕 对对对 蠢多人会拿那个 夹心饼干来比喻的 你就讲很像夹心饼干 就是液晶面板的结构很像夹心饼干 就是有几层嘛 那最上层的饼干呢 就是像那个彩色绿光片 那最下层的饼干是电晶体 那中间这个料啊 奶油线啊就是液晶 对对对 那通常还有一个装 装这个饼干的盘子 盘子 对那个盘子就是背光模板 所以一般会从背光模板这边 发出白光 然后这样子穿上去嘛 那电晶体会导致液晶排列产生变化 那这个就会改变白光 最底下发出来白光的方向 那不同的强度打在彩色的绿光片上 就会有这个不同的像素点 那显示出来的颜色就会不一样 所以就是绿光片的那个颜色的 强度不一样之后就有不同颜色出现这样子 对我简单来说大概是这种感觉 就饼干这样穿上来这样子 我们之前不是有那个 讲到汉堡爱吃的那个祖宗的比喻吗 哦 现在用夹心饼干也蛮好理解的 没错 我觉得可能食物比较好理解 食物比较好理解 对讲一讲有点额没有 那OLED的话 它中文是叫有机发光二极体 是 对那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它是一种自体发光技术 所以跟刚刚提到那个液晶面板不太一样 因为液晶面板有一个背光膜板要发出白光 那OLED因为它自己每个像素都可以独立开启或是关闭 那它就不需要那个背板了 所以它也可以呈现出比较最完美的那种黑色 就真的黑 就是完全关掉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所以对比度也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那除了这之外 它的反应速度其实也比LCD好 这样子 了解 那最常见的话就是大家现在手机 那个比如说iPhone 或是Galaxy的旗舰机 基本上全部都是搭载OLED面板 对都转移到OLED上面 没错 所以这样看起来是OLED比较强一点 嗯好像也不太能这样说 因为OLED跟这个LCD他们应用的 适合应用的地方不太一样 各有所长这样子 也没错没错 对所以但不过如果用手机来说话 手机开始确实是搭载LCD比较多的 那慢慢后来才慢慢开始搭载OLED这样子 那不过说现在的LCD市场 其实大部分已经被中国企业拿下了 对 对啊那南韩 后来南韩才开始转转的发展OLED这样子 就是利润更高一点 然后但也像我们刚刚聊到的嘛 中国政府中国业者越来越重视OLED 所以其实这几年来他们也开始有去强化这方面的事业 那也有已经有蛮多成果了 对不过又回来南韩面板产业这边来看的话 因为他们重心转到OLED面板嘛 对 那所以就他们就有一些担忧啦 或是一些分析 就说虽然现在可能南韩的OLED生产良率啊品质 可能是领先中国二到五年 嗯 对但是这个优势可能没有办法维持很久 对所以 啊 最好再来看看状况 对啊 为什么说没有办法维持很久 哦因为 呃比如说虽然现在智慧型手机OLED面板出货量 还是以南韩企业为主啊 南韩企业为大宗这样 可是其实有蛮多预测已经觉得说 之后会是中国变刀 中国超越这样 没错 像那个南韩市调机构 UBI Research 它就有一个预测说 以出货量为基准来看的话 嗯 南韩智慧型手机OLED的市占率呢 呃 2023年预测只是57% 对 不过2024年的话可能就会降到53% 嗯 那2025年的话呢可能又会降到45% 一路走跌的感觉 对对对 那中国市占率的话 2023年是43% 那2024年的话也有机会升到47% 嗯 涨蛮多的 然后2025年也可能继续再涨到55% 哦 对啊 所以也就是说到2025年 诶就明年 对吧 那就中国的这个 手机的OLED市占率啊 应该就会超越南韩 哦 我看那数字实际上是100% 所以应该是一消一涨的状况 诶没错没错 就是就分过去了这样子 所以手机用的OLED市场 过几年就要被中国企业超越了吗 对 蛮有机会的 对啊 因为从这个智慧型机 OLED市场这个走势啊 嗯 其实前几年就已经有慢慢有这个趋势了 是 就南韩的这个市占就慢慢变少这样 所以南韩业者才开始推一些 比较新型态的OLED产品嘛 什么透明OLED啊 什么卷軸啊 啊 遮叠 遮叠嘛 遮叠OLED是大家现在更容易碰到的 是 对那 那四调业者DSCC它就也有一个统计数据 嗯 它说2023年第四季的时候 SDC的折叠OLED面板 出货量其实只有200万片 200万 对那它的这个出货量啊 即减80% 80% 对那市占率掉到只有36% 对本来2024年第三季的时候是76% 隔一季掉到36% 看半叻 对 那相反的像京东方出货量是380万片 这样一听就比刚刚三星显示器高了 那逆增68% 那市占率的话则是从第三季是18% 然后跳到2023年第四季的时候是42% 哦 真的是超越了欸 对啊 所以 这样就看出来说 哦 就像我们最早说 诶京东方它那个出货量是超越三星显示器的 对 那如果回来看的话 三星显示器大概是2019年第三季 开启折叠面板事业的 嗯 那对比之前的状况来看的话 到2021年第一季的时候 三星显示器都还是市占第一名 应该说 还没有别家出啊 还没有对手 对还没有对手 都是他 那慢慢就有别的对手出了嘛 那 到2022年下半的时候 京东方切入折叠OLED市场 那时候它的市占率也不到5%了 哦 不知道为什么 那这样速度很快 从5然后到1度到3之几这样 诶对 你看其实只隔一年嘛 对啊 嗯 但是2023年第四季的背景 也要一起考量一下 大家也要一起参考一下 因为那时候其实 三星折叠机Galaxy Z5系列 已经推出一阵子了 因为它是2023年8月上市 对不对 所以到第四季的时候 其实需求量有些下降了 哦 这我可以补充一下 像现在中国市场的 折叠机的销量啊 还是以中国手机为主 像三星的自然率 应该不到不到10%了 哦对对对 其实三星在中国市场 蛮用心在做广告 对对对 效果可能 就是不买 嗯 毕竟还有很多品牌可以选嘛 对还有很多 那相反的啊 所以刚刚就说 因为这个关系啦 需求价降 那当然就影响到 37-47折叠面板的出货量嘛 对 那相反来说 京东方反而是因为 华为荣耀OPPO Vivo 像你说的很多家都有出货 对 那当然他的这个面板出货量 就一起跟着增加 哦因为 毕竟中国品牌 应该都会用自己的 国产的面板比较多吧 嗯 没错 虽然现在来看的话 三星日器有帮三星 自己的折叠机 出货折叠面板之外 Google的Pixel Fold 然后Vivo的X Fold 2 OPPO的Fight N3 小米Mix Fold 3 这些的折叠面板 蛮多都来自三星的日器的 是 但其实蛮多手机业者 中国手机业者 都也开始慢慢 扩大采用中国的 这种折叠面板 那除了京东方之外 微信诺啊 TCL华星 其实也都有做嘛 所以就慢慢 他们的选择也是变多啦 哦 这样那么多家难怪说 中国的OLED要逆袭了 对对对 是 所以 之后可以观察 就是因为刚刚有讲到 他们给蛮多资源的 对 所以中国政府他们的资源 又更加直接 因为南韩也不是没有资源政策啊 只是说 他们的更加直接 而且他的 中国政府的资源力道 是比南韩要多的 因为南韩是走一个 投资税额减免策略 对 那 它是用减免的方式嘛 所以 呃 没有像中国这样直接给一些 资金啊 哦没有那么直接 对对对对 所以南韩那边就更紧张一点 我记得之前中国也是蛮积极在支援 那个LCD产业 所以才让中国的LCD超越南韩 所以感觉OLED这个剧本 要再走一次了吗 对 其实应该蛮像的 蛮像的 对啊那讲几个比较具体的 案例的话就是像 呃中国深圳市政府 他就有针对未来显示器领域 给予蛮多资源 比如说针对大规模量产的部分 嗯 深圳市政府就会 给这个固定资产投资的方面资源20% 哦 那先进显示器研发方面的 深圳市政府最高可以帮这个 研发投入 资源10%的这种 直接发红包耶 有 有点像这个 是 其他地区也蛮多不同的资源政策 比如说广东省的佛山市 就是他就有帮这个显示器设备 或是相关企业提供最高1亿人民币的资源 那河北省的话 他也是帮显示器企业提供最高500万元人民币的资源 对 其实都蛮大方的 对蛮直接蛮大方的 但你觉得这个模式会再成功一次吗 你刚才觉得会成功 我觉得也会啊 很直接吗 对啊那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觉得 那个 刚刚有提到那个UBI Research 然后我们 我们其实之前有访到他的创办人李中勋 李中勋 他自己针对这个问题 他也是分析觉得说 中国面板产业是可以 他是可以像OL 不是 像LCD之前这个模式这样成功 佈置成功模式 没错是蛮有机会的 应该说是 一定会 不用感情 就是单单 这个趋势 趋势就这样走 哪里抵挡 不过要 后来还可以要 应该说要考量的地 所以 比较重点的要观察的地方是那个 地缘政治的 方面 又是地缘政治 对 这几年一直讲这个 对 因为中国OLED面板啊 可能在他们的这个境内 本土是蛮吃香的 可是 如果要卖到南韩 日本或是印度其他国家 不一定会这么吃香 或是不一定这么顺利 因为比如说 印度虽然是全球人口数第一的大国了 对 那可能就需要很多的智慧型手机 是 那虽然 而且尤其他们可能比较需要中低阶的 对 那可能就可以用到中国的面板 可是中国跟印度现在的关系 不 对啊 不是很好 边境都在丢石头 嗯 那所以 所以 所以 可能这个会影响嘛 那另外就是 中低阶手机 可能也不一定要用到OLED这个面板 可能用更便宜的OLED就可以 就足够了这样子 对所以 还有很多要观察 对对对 是 所以还是要继续看下去 继续看下去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们 土安收客机的内容感 谢谢各位收看 那想看更完整的报导或数据 也可以参考Digitimes的会员服务 那土安收客机会在每周一的晚上8点 DG餐YouTube频道独家播出 欢迎各位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通知哦 土安收客机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 云轩 所以这集的声音是 我们的录音小哥没有开到 滤镜吗 对啊 平常会分开录啊 就会帮我开滤镜 所以现在才是我 最真实的声音 之前已经是调过了 那我们就过来录音小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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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